但是為什麼在2000年的時候 我想問 你又會離開P&G 去了另一間公司工作 去了Price Line 這間公司呢? 我想是個人希望發展的一個追求 P&G 給予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 很好的制度和系統 也讓你知道如何去做某些事情 但是去另一間公司 一個不同的環境 而他要求我幫忙去做的一個區域的事務經理 我們看的不是一個市場那麼簡單 而是很多的市場 也可以幫當時這個Hudgson和Price Line的Joint Venture 看看有什麼商機 可以將美國一個很成功的Name Your Own Price 這個模特兒 帶到這個亞洲區裡面去發展 所以其實是一個做開市務的人 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就是可以將自己學過在少林芝學園的東西 如何帶回去民間使用呢?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再者就是當時的CMO 邀請我的人 也是一個前P&G的人 我覺得有一個師姐 她經歷過一間很有規模的公司去做事 然後她帶領著我的話 我們可以有很多火花 可以籌出來 都可以明白到一些不足的地方 可以互相支援 所以這也是一個誘因 令我跟隨她去這間公司 可不可以說是她邀請你出來的嗎? 我想是其中一個地方 我覺得跟主管之間的溝通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看如何合作 她看中了你什麼呢? 如果據我的理解 P&G 寶杰是在做什麼? 大家完全知道賣什麼 Price Line呢? 其實Price Line是一間美國的科網公司 其實她做了一個很成功的 她看中了一個很成功的一點 其實一些旅遊的產品 包括機票和酒店 如果在某個時刻不賣出去的話 對於那間行公司或者酒店來說 就是零價的 因為昨天的機票 在座每一位都沒有用 但是如果昨天她能夠以某個價錢賣到 起碼她不會虧了那個位置 所以當時Price Line的美國的做法就是 如何可以令到一些 可以說是Excess Infantry 在一間酒店或者一個航公司裡面 可以賣到給一個消費者 只要消費者要做的就是 Name your own price 你覺得值什麼價錢 你就告訴她 她覺得這個價錢 航公司可以接受到 就賣給你 就賣給你了 所以是一個很有消費者的 engagement 就是參與性的一個活動 也可能你突然間有一個 很優惠的價錢 可以去到一間很好的酒店 去到一個很好的地方 去探望你的朋友也好 或者去寬度你的假期也好 這個是美國的概念 但是到了亞洲區的時候 有另一個困難點 就是美國是本土 亞洲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希望去出國 去旅遊 出國旅遊的時候就有很多事情要考慮了 即是未必只是價錢 價錢 那麼簡單 這裡怎麼可以將這件事 adapt 其實是一個要考慮的地方 受眾 是哪一群人都可能不一樣 這個就是將一個成功的美國產品 怎樣帶進去亞洲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公司看中你什麼 所以先至某個程度 P&G給多少錢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一定不小 那Price Line要叫你過去 肯定那個所謂的報酬也不小 那會看中你什麼呢 你也不是做到這件事的 我想是我 我可能 其實我沒有去引證過這件事 但是我相信是 自己沒有一個模式去做事 剛才我們講過 就是SAS的例子 不是說公司有一個模式 我現在要找一個體育代言人 你找一個體育代言人在香港 然後適合這個品牌 其實這件事是 從頭到尾都是我自己想出來 然後去爭取 去達至成功 其實這個經驗是 可以說是原創 然後做一個美國成功的品牌 帶來香港 我想這個可能是其中一點 當時的主管覺得 可能Clarence是一個我們適合的人選 是 但是Clarence 那又真的要說回 其實你加入Price Line 在2000年的時候 然後你2001年 根據資料顯示 其實又再過檔 只是留在Price Line 一年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發現這個銷售模式 哎呀 真的不適合亞洲區 還是有其他原因 其實那一年是很開心的一年 因為… 直到某件事發生 你說一下 因為等於照顧一個小朋友 我們看到他慢慢可以成長 或者預備好了 等他出生一刻 那天 即是… 某年某月某日 我們是在預備 第二天 兩間公司有一些 共同的宣佈或者準備 其實美國Price Line的CEO 都預備飛過來 香港做這個儀式 是 但是呢 那個日子就叫2001年9月11日 我想大家都記得發生了什麼事了 那個CEO的飛機 就停了在Anchorage 就是Alaska那邊 那個地方 飛不到 所有航機都在Ground 那麼… 那一個是一個 絕對沒有人 當時想到的情況 也都令到 其實整個行業 是翻天覆地 因為 都記得有幾架航機 是發生了事故 那麼究竟 大家對旅運 對酒店的前景是怎麼樣呢 其實是出了很多的 想法出來 我想這是一個 影響到這件事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整件事有什麼啟發呢 對於你來說 其實就是 世事無常 無論你有多少準備都好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準備的 我們都想過很多事情 很多scenario planning 我們就這麼說 去預備兩間公司的一個見證 但是 原來有些根本是 你想像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都會出現了 我覺得世事有時候就是這樣 唯有盡你自己所能 每一刻做好 有沒有興趣聽一個壞消息 我出貨的故事呢 我就想聽聽你的故事了 教授 那段時間 我們在找一個 美國那時候 經以很出名的教授 但是當時他還沒有獲得諾貝爾的 獎的 叫什麼名字呢 叫Paul Krutman 他是一個聰明到怎樣的人呢 他是預言亞洲金融風暴的人 一直說 說到他倒閉 他不是說到他倒閉 他一直說 那些人不是因為他搞他倒閉 是提醒大家的 他說倒閉了 倒閉了 終於倒閉了 我們一直想找這個人過來香港說話 差不多 他最好的朋友跟他說了 但問題就是永遠 他不回電郵 他不回電話 是 什麼都不做 那時候九一一來到 我不知道第一個印象就是 九一一 美國很混亂 他或許會接電話 他或許會在家裡 就打到他家裡 就 Paul Krutman 只要你一通了這個電話 兩個月後他就來到香港 一看到他的臉的時候 說回那個過程 我說為什麼你會無緣無故接接電話呢 他說當然你一亂的時候 那些生活模式就變了 平時我是不敢聽家裡的電話 我只能有電話錄音 但是電話錄音只有六字而已 他就不聽 他就是不檢查的 但是那天 沒有人夠淡不聽電話 是 那有一個遙遠的地方 有一個年輕的 年輕的教授 年輕的教授 就說 那你結束了 我要錄音他就說 喂 不要說那麼多了 你給我一個名字吧 他想了大概15秒 給了一個名字 我知道他連一個名字都給了 就真的了 即是 The return of the return of 什麼 總之 整個名字說完之後 我也不太知道他說什麼 但是我說 我先寫了他 然後就回他 答應終於他來了 也就是說 有危有機 有危是有機的